李毅雲先生 李毅雲先生 我是现场指挥官 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长张嘉皇 你们在集会游行禁制区 台北地贤署前面举行集会 以违反集会游行法之规定 经举方于昨日两次宣导 人不愿意离开 自意举行 警方依集会游行法 这规定第一次举牌警告 第一次举牌警告 请你们尽量迅速劝导民众离开 请你们迅速劝导民众离开 现在时间中华民国 113年9月1日10点5分 中华民国113年9月1日10点5分 四百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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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其他 我可以等你一点吗 早上 翻个口号让大家清醒一下 喝一下 有怎么喝对不对 下这里都你平衡 有怎么喝吗 喂 哎 翻口号 大家清醒了没有 清醒了没有 没有 清醒了没有 没有 听起来好像还没清醒喔 听起来好像还没清醒喔 我觉得还有一天都没沙哑 你们有沙哑吗 没有 诚旭要正义 诚旭要正义 要大声一点喔 诚旭要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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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旭要公平 诚旭要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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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旭要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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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违反集会游行法之规定 经举方于昨日两次劝导 人不愿意离开 之意举行 警方依集会游行法 之规定第一次举牌警告 第一次举牌警告 请你们尽量迅速劝导民众离开 请你们迅速劝导民众离开 现在时间 中华民国113年9月1日 10点5分 中华民国113年9月1日 10点5分 市场有公平 市场有公平 相信起来 承平加油 承平加油 相信起来 承平加油 承平加油 位置OK吗 大哥你的麦是不是要拿过来 对对对 保持不是有拍 大众来这边包我要背剪 那是不是大概几点开播 目前我们按照昨天的规划 我们是学校状况目前我们是规划100元 但是我们警察局也针对他们今天有14线号召的部分 等一下看他们的山羽的文送会会再增加相关的情况 对对对 暂时是许多 第一次报告 是因为地监署它是集合性坚持区 所以说昨天晚上我们就两次劝导该团品要迅速离开 但是他们今天能号召群众过来 所以我们是要集合状新法第26条的规定 因为我们尊重人民集会的权利还有相关法益的一个均衡 所以说我们采取必要的措施 才才今天早上第一次局的警告 劝劝他们离开 请离开这个局的形成 所以他们是不是不离开了解决定的 我们现在还是会回退到相关的民元车 我们是现场的状况来实施后续的一些错误和错误 那么目前他们还是 保持相关的民元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我们是顺序他们有一个感觉 我们现在后续还会陆续增加相关的警力 目前我们其他局对我们的一个 是一个人的部分 最高会到达大概三百三百五级左右 这部分就是集合状新法律 会定就是强行非常多的主要的责任 所以这部分都是我们今天来做的主要责任 谢谢 谢谢各位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主持人 马上来关心到现在在台北地检署最新 可以看到呢 其实在柯文哲在昨天傍晚的时候 遭宣布已经遭生涯之后呢 其实小草的情绪是非常的激昂的 那从昨天晚间就陆陆续续 有越来越多人聚集在台北地方检查署之前 那么可以看到呢 最新的是在稍早十点零五分的时候 中正一分局长是亲自来到这边 而且是举牌来宣告他们是第一次的违法游行 是不允许的 那么其实呢 根据了中正一分局的新闻资料 最新的是说 因为这一次呢 群众在台北地检署前 举办的活动呢 是依照了集会游行法第六条之禁制区范围 而且呢也是限制了这个主管机关核准外 并不能申请依法的集会的地方 因此呢 他们也宣告了 这个是第一次的违法行为 而根据了解呢 其实通常都是宣告到第三次的时候 就会进行强制驱离 那么可以看到呢 现场是民众党是由毛家庭现在在进行讲话 而小草们呢 是不断的提到了这个司法 并没有正义 而且程序呢也不公平 而现场的党物质人员呢 还有民众党的组织部副总任林昭映也在现场 那么来听一下现场最新 那你清清楚楚的知道 我在霸凌别人 你要么就加入我 要么就等着下一个被我霸凌 对不对 但我们不服啊 我们不服啊 我们今天来这里 就是我们祝明天有希望 就是我们知道 在黑暗都得迎接曙光 好可以呢 毛家庭现在是在前面对着小草们喊话 他们还是提到了 这个相信清白也希望柯文哲在里面可以持续的加油 而在稍早的时候呢 柯文哲的妹妹柯美兰也在脸书发文 他提到了柯文哲是第一个牺牲的烈士 因为反贪腐而进到黑牢 那么其实呢民众党的立面党团主任陈志涵也发文表示 等了两天等到一个不明的财产一百七十万元 这笔钱跟金华城有什么对价关系 相关的金流都是看不出来的 那么可以看到呢民众党的党公职 目前仍是不断的发文 并且是定调这个就是政治迫害 而他们也呼吁了预计等一下十点多之后呢 党中央的记者会结束 就会陆陆续续有更多人来到北检前面声援 以上是向最新将时间尽头交还给同类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